新年青豬可能发现过年两个老狗的蟹 因为够时间成长 外形是比一般大两倍的医生 在市民真受欢迎 现时奉行台佣社压价里富城 因为甘救助人奉用 和这种一年医生的蟹是天霸王顶既 今年阿伯青豬一早就被疑人了了 一年医生天霸王我们把它取成一个天霸王 因为一般的数字都买到十多块钱 十几块钱 买到十五这个大概八只就一盒 这个半斤庄 这个是半斤庄 就大概是十五十六尾金 数量一个养殖尺里面如果抓到二三十斤 算是很厉害 通常市面上比较常见 三十几 因为这个数量通常 一般的养殖都是 三人较多 至少因为养殖的成本至少都养三倍以上 因为第一点我们相同的面积 我们就采低目度养殖 相对的土地成本会增加 这种天霸王顶既的蟹 你附近建议消费者用简单的海洋航空式 到处品上蟹的完美 通常吃我们的虾子 我们都会附一包海盐给你 因为第一点好的东西吃原味 然后第二点这样的料理方式最简单最原始 然后也你吃的也是最好的食材 然后也不忘我们用心的养殖 泡泡传统的消费方式 过去一般爱人情的市场 你附近坚持保有健康的安心蟹 在蟹楼自己打平白 成功找到客丸 大概接近快五千台金 对 也不少啦 就是跟往年进步很多 往年之前都多少 大概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可怜 大概不到一千斤吧 因为这种一年医生的蟹 蟹是以外奉用三両并没有借 每年青帝就要扣文器 介绍是一般蟹的三杯医生 现在永世才利富人 因为家庄主任奉用 让他一年医生的蟹 随着帝行天白昂 介绍对提高公布研究 记得咱咱们差不多